我們這邊學科中心所列的那個課表 看了一來很期待 二來真的對各位感到非常驕傲 能夠從早堅持到最後 不容易 因為這次的領剛推動這麼多年來 說個實在話 但你在學科中心都很難說實在話 因為他都會錄影 不小心還會PO在Youtube 網頁上 所以那種說實在話 都有點虛偽的樣子 這本來就語文的本色 在不同場合要講不同的話 但是這兩三年來 從總剛公佈以後 一直到今年1月下旬的這個領剛確定 那是讓各位應該感覺到 整個 也就是國語文的這個教學 包括各項考試 因為執考也剛考過 很多東西在變化 那當然 一定會讓不少老師 或者是應該更多的是不少校長 會產生一些疑慮 甚至是不安 一定會有 那一方面呢 也是因為在虧動的過程當中 有蠻多 這個多傳應該沒關係 就疊床下午的這些措施 所以變成老師們會疲於奔命 說個實在話 連我都受不了 所以我現在是很疲憊的心情 那感謝學科中心 還願意把我找來 但今天要跟各位分享 因為時間有限 剛剛麗敏老師一直問我說 需不需要舉牌子 需不需要舉牌子 那又要為了安慰我說 不會啦 那個鍾老師都會自己下來 等等 那也只有40分鐘 那今天要跟各位報告的呢 不是領剛的宣達 跟這個無關 而是面對這樣的變化 包括等一下座談的時候 老師們有什麼疑慮 我們可以互相的交換意見 所以在今天PPT呢 就因為我PPT加來之後 有學校又跑去找我 又商量一些事情 所以我又補了三張PPT進來 所以裡面有三張是各位手編 紙本資料沒有的 但是國語吃虧啦 因為我覺得我們國語文學的 一向是內功心法 這個素養本身也就是內功心法 那麼最大的情緒是什麼呢 因為社會在變 這次整個領剛的推動 不管我們現場的老師 是被動的世主改變 或者說相信我們在場的各位老師 都是比較積極 主動要去面對 這個整個策略上的變化 無論如何 我們面對的學生真的不一樣 我最近這半年來 最喜歡講的一句話 就是各位從我的髮型也看得出來 有一定的資深程度啦 那麼我讀書的時候 課本是我知識的全部 那如果像我運氣比較好 我母親上班的地方 就在台中審議圖書館的附近 所以一下課就把我丟去那邊 即便家裡沒有什麼錢 但就每天在圖書館裡面混 那這算是運氣比較好的 但是現在的孩子呢 不一樣 課本已經不可能是他所有知識的全部了 包含我們的古文課本 絕對不可能 那麼因此我們面對的呢 譬如說我現在在鼓勵一些學校 學校不要再設停機坪了啦 就是上課讓同學用手機 沒有什麼壞事 但是你要有辦法去輔導 或是引導同學如何上課使用手機 那像我在師大的課堂上 完全不管 即便我不曉得說他筆電這樣一翻開 我只看到他的那個背面嘛 他是在打電動啦 寫情書啦 還是圍賴啊 我都不知道 但是只要看到有人皺眉頭了 我就開始緊張了 可能他覺得我講的每一部分有問題 上去查 那當他舉手呢 我會更緊張 但是我是不斷地告訴自己說 一個老師不可能知道全部 這點證明要認了 他可能隨便問你一個什麼東西 我怎麼會知道呢 所以我們國語文有時候有一些包袱啦 什麼包袱呢 哪個字不會念會找我們 哪個字不會寫也會找我們 我就很想跟他說你會去查字典 他好像覺得我們理所當然 中文大詞典超過十萬字了 哪怎麼理所當然 那我們一般才用字也才兩三千字了 不知道是一般才用字啊 但是呢 我們的確面對的是什麼情況 學生他的學習的形態在變化 學生的學習的形態在變化 包括教科書 教科書的作者要怎麼寫 你怎麼寫都不對 因為要上網去查 什麼都有 什麼都有 補中教材怎麼補也不對 那這時候老師當然會懷疑 如果這樣說的話 那要我幹嘛 或是說包含之前的那個模課的課程 模課師的課程 好像什麼都可以線上學了嘛 那加上坊間有一些 有一些營利性質的這種教育機構 它會推出來很多影像 上線等等 不管是為了考試還是為了學習 都是 所以我們面臨的挑戰呢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 我們必須要建立一種認知 就是的確現場在變 那第二個呢 是我們最後還要提醒的 國文科 因為它是本國語文 所有人從小到大 不管他的母語是客語啦 或是原住民語啦 南語或稱為台語啦等等 他上學以後 或是說他基本上看到的都是國字嘛 那使用的語言呢 之所以能夠跟他溝通都是國語嘛 所以本國語文呢 有時候在某些學校 是很容易被輕忽掉的 高職會以群科的安排為主 那麼某些高中 因為是比較有這種強烈的 升學意志的這種學校 他會以數理科為主 好像國文就自己看就好了 那當我們國文老師也自己想 這樣想的時候 那就完蛋了 感覺我們就是空氣中的空氣 就我們站在課堂上呢 你彷彿覺得自己已經融入了整個教室裡面的空氣 那同學樣的話自己的啊 你說他兩句他還不高興 那這種東西我都懂啊 你要教我什麼 你要教我什麼 諸如此類 因為在哪邊 但是我們回過頭來 整個社會對國文科也沒有期待 以我自己所接觸的 包含現在也慢慢流行中文檢定 那個電腦技能基金會也推了若干林的中文檢定等等 那會有各種機會 跟企業主有一些聯繫 其實整個對國語文的要求 事實上是加重的 而不是跟我們面對學生一樣說 好像可上可不上啊 你不要講我都懂啊 或是有些老師還在鼓吹一件事情 什麼叫國文老師的尊嚴呢 就是教文言文 教文言文我們才有尊嚴 因為教白話文他們一看就懂了 而且我們懂得不比他多 所以白話文我們就教不動了 當我們這樣想的時候是自費有工啦 坦白說自費有工 但是我們要回歸喔 我剛剛提到說 我們教的是本國語文 假如他上小學之前 有沒有在聽本國語文 有喔 有沒有在說 也有 即便他可能不識字還不會寫 可能 那讀也因為如此還不能讀 但是從小一開始算 一直到教到我們高中老師的手上 上了幾年 九年嘛 之前的九年一貫嘛 上了九年 那上了九年呢 為什麼高中老師還是覺得 唉 這班學生又來了 他就帶不動 那我們大學老師當然也會怪你們嘛 高中站也在幹嘛嘛 一定會 一定會 但是各位想 社會到底要他們做什麼 大理上就是這些 也許啦 課剛叫做學習表現啦 那是讓語文本身就是為了表現 你心裡想什麼 沒有人知道 坦白說 如果說語文的動機 或是文學的動機來自於一種衝動的話 他心中的衝動 不講出來 沒有人知道 跟語文真的無關 這跟語文真的無關 但是當他一發出聲響 或是開始畫所謂的圖畫 畫所謂的符號 甚至寫出所謂的文字的時候 這就是表達 但是我們在整個博文課上課的過程當中 以往有沒有真的重視表達這一塊 或是說我們仍然扮演的是雲端的角色 我就把我會的告訴你 告訴你哪裡要背起來 那考試也考你這些雲端的知識 那我講過了 這個已經快要被取代了 像以我在報社工作經驗來講 你看現在各報基本上沒有教隊主 以前念文科的還有一個 報社的教隊主可以去嗎 因為我們比較做得住 認識的字業比較多 成語也比較不會用錯 不會動動 被針刺到就說一針見血 至少不會出現這種情況 但你看 等到記者可以用網路的方式 把他的文字稿傳回來以後 基本上教隊主就消失了 就消失了 編輯讀稿直接改版 因為記者自己打字回答 而不是手寫還要經過打字房 打字房再經過教隊 教隊以後再重新給編輯看 編輯有問題再回去 這些程序都沒有了 所以各位看這邊 社會為什麼會覺得說 我們的博育穩能力降低呢 因為大部分到大學畢業的學生不會有 那先說一個提案的話 因為等一下我們會聊到那個SYP的問題 開始如果說學策變成五大組科當中 他可以是零 也可以是四 對不對 原則上就不鼓勵採集五科啦 你三科啦 四科啦 零啦 那科已經可以想像了嗎 會不會又有很多戲不採集國語文 我的想像是會 會不會讓民國92年到94年 那三年真的是悲慘的三年 很多科系都不採集國語文了 最高峰的時候是243個系 不採集國語入學成績 之後全部回來沒有人逼他 全部回來 原因是什麼 就在這邊 基本表達不會 基本表達 連一個簡單的報告 哪怕是上營救所 真的簡單的報告不會寫 但是我們就要想喔 我們整個以高中為主的這個第五學習階段 以前的整個教育的過程 有沒有讓他接受這樣的訓練 還是說反正我們出個作文題 當場寫了老師批閱了 也寫圈圈圈圈 也寫著字跡工程 也寫著人之有理 等等的有沒有一個真正的表達方面的教學 那更不用說說話 好像說話是小學生的事情 但是我常常聽到老師們說 現在學生真的不會講人話 我們會有這樣的抱怨嗎 而這是社會對我們的期待喔 這是社會上對我們的期待 那我們回顧 因為是包括到最近有機會參加教真 那還是有很多 就是已經在第一線現場教學的中學老師 在教真問的問題 還是很重視我們所謂的基本功 那我們回顧一下我們以前所學的 不管是國文系或中文系 以求我們所學的基本功 是不是就這四大塊 這四大塊我是用高明高老師的分法 就所謂的國學就這四塊 所以有基礎之學 文字聲韻訓古 考文字 考文物 這些的都是基礎之學 也只是我們受到清代學術的影響 所以四字 讀音 甚至說情 音 意之間的關係 就是慢慢的 為什麼要讀這些東西呢 因為他要讀經書 經書也許就是教科書 以科考的原則來講 就要考成書之學 那麼思想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 他的想法是什麼 我們讀到人家的想法了 也許以前是古代的想法 那我們現在如果說他懂得外文更好 了解西方的哲學的思潮很好 但是目的在哪裡就這兩塊 一個是實用之學 我們不是說一定要跟古人一樣學而優則是 但是也不能只是只談文藝之學 所以很多老師都懷疑說 你這樣退了半天 那是不是國語文的地位就消失了 當然現在的考題 很多話語域的學科的文章都會進來 科學的文章都會進來 所以可以回憶一下 我們真正如果回歸到國文系或中文系所教的東西呢 其實沒有偏離 其實並沒有偏離 但是我們會把只學的東西 又回到了所謂的致詞的解釋 又回到第一階段 基礎之學 很容易 很容易就走到這一步 我剛剛講到連現在的教徵還是會問這個問題 或是問他的 這句話請問你 這句話涵蓋多少修持法等等 一樣有人要罵我了 你每次都以這個為例 就你很討厭修持學 絕對不是喔 等一下會提到基本功 絕對不是這個概念 那麼另一方面呢 各位老師所面臨的問題 大概各位所面有資本資料 大概我簡單的歸案一下 大概有這些問題 一個是我們莫可奈何的 什麼叫莫可奈何呢 因為不管國家院怎麼推 不管國家院課本怎麼省 課本真的不是我們編的 是出版單位編的 出版單位在編課本的時候有各種考量 各式各樣的考量 那麼這是我們莫可奈何的 上次在上禮拜一 上禮拜一在師資培育與藝術教育師 開會的時候還在談這一點 因為他們現在想推 宗教跟小教師資合併培育 那我個人不怎麼贊成 所以師醫師現在對我也蠻感冒的 因為我覺得不同 特別是一二學期階段 跟第五學期階段之間的落差太大 對本國語文來講 尤其是如此 那麼排斥文言文 排斥國典文學呢 是世界各國皆來 坦白說世界各國皆來 像日本那個甲培教授也才剛來嘛 就國家院請他才剛來 大家概念差不多 韓國也是如此 韓國也是如此 特別是韓國 他們一談到國典文學 都是漢字 那他們現在年輕人的排斥感更濃厚 更能厚 那再來呢是老師跟學生 因為這個現代社會變得太快了 我們的成長環境跟學生生長環境真的落差 比我跟我的老師還遠 連我自己的成長過程就是如此 我從原來報社是電腦的總值編輯喔 那等到我退文電腦不會用 電腦不會用 我還在用漢書用彗星這邊打表格 讓那個劉克香小總他們羨慕不語 但一出來以後呢 已經是微軟了 完全不會用 變得很快 我也很難想像說 我大學真的很難想像 有網路這件事情 真的很難想像 那到現在 國異器有位老師買了新手錶 說那手錶看起來怪怪的 他說那個手錶可以當手機用 真的科學小黑想像型態就出來了 欸 楊校長嗎 楊校長 我現在就在你們學校 好不叫楊校長 怎麼這麼這樣子 真的真的 所以我們有時候看到那個 戴耳機的 一個人在那邊碎碎念 像他在講電話 你也看到他手機 把他藏起來 線又拉到衣服裡面 一個人在見到碎碎念 什麼什麼意思 那種 住屋此類 時代真的在變 所以當老師跟學生 這個政策有落差的時候 各位想 有時候連老師們舉的例子 學生都不懂 因為老師沒有份子update 這有時候真的是 我們會期待說學生都能夠明白我們講的 用一個過合文法法 我們很希望他懂得懂得明白 但是那種明白真的不容易懂得 我現在我連課堂上舉金庸 學生都已經沒有金庸原點的概念了 都是那個影次上的概念 但是在十年前我舉金庸 大家馬上可以回應 那更不用說你舉個紅樓夢 天方夜譚 那好像龐谷開天之後第一部小說一樣 離得太遠了 真的離得太遠了 另外呢 一方面也是老師們的焦慮 老師們的焦慮 因此呢 我們會放很多的這種 士族去改變焦法 所以教案滿天飛 是我這幾個最常講的 教案真的滿天飛 所以剛剛還偷偷的 立米老師答應我可以講這一點 就是按理說 我們現在各位手邊整本都是教案 如果說真的要符合我們的理想的話 教案的一開頭一定要先設定 這樣教案才會有用 設定什麼呢 學生程度 或者永遠是你在設計班上的教案 你的班跟我的班 逛一個學校就差很多 所以我現在也很反感一件事情 就是有學校校內每次段考 都要全校國文盤雲 各班啦 好像盤雲高的 就那班國文老師教得比較好 我真的不以為人 我真的不以為人 甚至說那班的學生不一定學得比較多 但是好像我們又有一個客觀的依據 同時要督促老師們 這當然見人見識 但是 以前有一陣子在推情義教學的時候 大家就努力的放音樂 努力的放電影 搞得大家都很有情義 很努力的 老師們宰歌宰舞 宰歌宰舞最後還要搬轉 剛才就跟你上時代 要搬轉 學思達等等 這個現在真的兩極化 因此就有老師對這個反感 你們推那麼多教案 推那麼多所謂的教學的策略 我還是覺得基本功 我老老實質教書就好了 才不管你們這些 該畫重點才該讓學生背起來的 我每週就這麼多時間 加上我天生利職 但是我沒有辦法載個載我 或是像我個性比較靦腆 上台就開始玩自己的衣服的這種老師 怎麼可能說要去幹嘛 所以其實我們在設計教案的時候 跟整個等一下會提到校本的概念 當中最核心最核心的是 你要面對的是哪個程度的學生 這個才是重要的 否則教案永遠是別人他們家自己的 不會變成我們的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所以我們現在的教法 在一般的我所看過的就會兩極化 就會兩極化 一種機會我們說的機會保守 一種就極為前衛 極端前衛的 另外這是通病 這是真的 我最近比較恨的是這件事情 就是缺乏系統化的課程 所以國小會偷教國中的課程 甚至國小會偷教高中的課程 高中跟國中會把我們大學要講的 講光了 然後就會有危機意識 以後我的工作不見了 因為高中老師把我講光了 超你的現象太嚴重了 而且沒有辦法因應學校的學生程度去做安排 因為好像我們都是被動的 教科書怎麼編我們就只能這樣講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否則我常常講 國中老師真的應該要留意一點 那個學生從七上到九下 讓你教導六個學期 因為國中大部分是這樣子 六個學期 六個學期你分別給他什麼 還是六個學期結果是強烈的分割 有興趣的程度好的就一路上來了 沒興趣的程度差了就一路下去了 於是會到我們高中來 會落敗各個學校 這個不是一個教育現場應該有的心態 坦白說 所以如何去系統化的進階 讓不會的變會 讓會的更會 而不是一刀切說 你就已經上我們這個學校了 怎麼還如何如何如何 這個有說莫可奈何 莫可奈何每個學校現在都在抱怨嗎 當你們高中開始 不知道你們大學怎麼辦 而且現在少子化了 少子化高空期還沒到 還沒到 那有老師已經擔心了說 我們以後的終點數會變少 坦白說我們真的是 人要生於憂患 死於安樂 如果我們不思考這個部分的話 再下一次的課綱的修訂 國語文的終點數會再少 因為跟我等一下要講的有關係 那於是我們在考科的這個部分 考試的部分 是不是只能考記憶性的 有標準答案的 還是說可以比較擴大 比較擴大就先到再下一個問題了 是必所示的知識跟所謂開放性的這種思辨 如何取得平衡 所以寄望於未來是老師們的評量的 命題的這個功夫會越來越好 就不再只是很單純的 那種純粹知識性的這種考試方式 當然更重要的是整個教師社群 或是學校的這個支持系統能不能跟得上 你有看到很多學校國文科明明想幹嘛 但是學校就是支持不了 哪怕明明你想幹嘛 你們科就不支持 這是我們剛才面對的嘛 野莫可奈何 人生就是這樣啦 都已經一把錢記了 我說我啦 這不是你們 那麼於是光在教學的態度當中 包含大考中心都浮現出這樣的訊息 中學的課文 因為我們現在分成五文本 寄序文是偏多的 但是寄序文偏多合不合理呢 坦白說寄序文偏多是一直很合理的 一直很合理的 因為所謂的寄序 各位想我把寄序書情跟一論分開來 那麼各位想他們從小學到國中 大體上都有這種情況 什麼情況 我不動我不動 我知道我要動 你要跟著 要跟我這個動 我們都是念文學的 所謂的文學它能夠描述的 引發它的感慨的 引發它的情思的 本來就取決一個生活片段 所以以最基本的國中生來講 他所有的課文跟所謂的表達方式 本來就教他的介事書情 介事說理 所以他必須要把一個事情講清楚 或是說把一個事情 他能夠從人生的 或是說整個生活的這種 形形色色的活動當中 擷取哪個部分 來成為他可以表達的依據 這個本來就是語文的基本功 就像我們教學一樣 當我們教學 老師們講到哪裡呢 你總要舉例說明的時候 你的例子在哪裡 所以那個舉例說明呢 就影響到學生跟你的互動 自然如此嘛 所以這一塊呢 反而是一個基本功 所以如果我們用五大文本的角度來看的話 繼續文比較多 或者是呢各位想 現在的考題說明文變多了 說明文變多了嘛 而這個都是以往比較忽略的 因為我們以往重視的就這兩塊 尤其是受到國寫的影響 理性的一篇 感性的一篇 換一支議論的一篇 書情的一篇 好像其他都不重要了 事實上不是如此 黃文相扣 所以這個是給各位做參考 在五文本的概念裡頭 我們是把說明文的描寫跟說明隱藏起來 但是呢按照文體的走向 它各有各的走向 各有各的走向 所以說呢它會相互 那未來在教學當中呢 比較不好的一種分法 就是繼續文本兼書情文本 這樣子的分類本也沒分類的 你找不到一個真的教育目標了 找不到 但是呢文本本身呢是黃文相扣的 包含應用文本 應用文本本身 它就是可以運用各種宅品 不是單純的應用文喔 你剛剛裡面所說的應用文本 不是單純的應用文喔 所以老師們在教學的時候 你可以運用的彈性更大 建議各位往這邊去思考 你可以運用彈性更大 那換一次呢你可以教的東西更多 可以教的東西 所以現在有些學校我都建議他們 每節課剩下一分鐘 讓同學整個閉上眼睛 就跟以前修國團活動一樣 要閉上眼睛 不用點蠟燭啦 每節課點蠟燭怪怪的 什麼心火箱傳啊 老師把這把火箱傳給你了 現在閉上眼睛喔 現在傳人傳 那傳人幹什麼呢 我們這節課學到什麼 同學靜下心來 很像在引導禱告一樣 不用 但是呢 讓他清楚每節課在幹嘛是很重要的 等他每節課每節課這樣累積下來以後 各位想你要讓他知道每節課幹嘛 你自然而然你自己要有一個系統化的 或是一個教育目標的概念 那麼他每節課都知道自己幹嘛 他就不會說這課是沒有用的 絕對不會 就怕我們每一節課都包三包白 因為我們念文學的往往胸心比較大 跟理科不一樣 理科是什麼都要切切切分得很清楚 我們一向是渾染成一大片 這是我們文化本身的涵養 所以我在陸戰隊當兵的時候 一弄不到我有人與憲 那快退有的時候呢 又渾染成一大片 因為我成熟了 我都想通了 可是在文本可以講 文本本身的確都是我們後人所分 真正要寫的人不太會去注意這個 尤其是文學表達的時候 那為什麼要分呢 我們要分就是因為我們要教他 所以要分 所以你要教他去分的時候 你還什麼兼什麼什麼兼什麼時候 無法教 教不夠 因為自然流入議論不能彼端帶有感情嗎 性命從暴體不就如此嗎 那你要議論兼書情嗎 那學生一定精神錯吧 必然如此 必然如此 所以這個也不要因為說 啊 領剛作怪啊 回歸到以前什麼詩賞文小說西劇多好啊 領剛就已經公告了啦 說一個比較直白的就認了 那文原本的比例就是這樣嘛 就認了 那個激情過去了以後呢 要儘勁的面對未來人生 這個比較重要 只能幫助學生最大 那麼因此在整個語文教育當中呢 各位要有這個信心 國文科學不好他各科都學不好 以後的考題各位可以去分析 等一下我們會秀一些那個最近的考題 但是我只秀國文科嘛 各位去看別科 英文之外 英文之外就用中文命題的 你去看數學也好 社會領域也好 政領域也好 你會發現怎麼跟國文科考題那麼像 那於是我又開始有點慌張了 國文領域管要被吃掉 不是被社會領域吃掉 就是被自然領域吃掉 其實根本不是 同一天文章考點不同 就可以放在不同的專頁裡面 這個一樣 各位要有信心 那我們的工作是什麼呢 因為包含外語 所以現在外語那邊比較辛苦 他們要發展第二外語的教材 二外的教材 因為語文本身 也就是閱讀本身 才是所有學習的開端 聖命經驗當然是 但是聖命經驗是有限的 閱讀可以無窮的 所以在我們國文教學當中 有一點是我們的利器 即便我不太認為說只能以這個為主 但是有一點這種利器 哪一個部分呢 閱讀教學的 各領域仰賴我們的就是閱讀教學 因為他怕他們學生連提幹都看不懂 真的 像今年的執考一結束 就有老師打電話給我的時候 就問我要不要放炮 因為他們知道我喜歡放炮 動不動就什麼我放炮 有時候我真的會放錯炮 什麼呢 因為今年題目太長 題目太長 但是你用這個角度去問大考中心 大考中心就回笑告訴你說 人家別的國家更差 真的 你看海峽對岸、日本、韓國 他們那個本國語的字數 差不多4000字數 我們都還維持在3200、3300 32、3300 那是什麼呢 因為我們學生已經習慣 第一個看到長文章放棄 沒有那個時間看的長文章 第二個看到長文章 他正在看的看到前面放棄後面 看到後面放棄前面 因為我們課本都是短的 我們課本都是短的 那以前所謂閱讀參與的考題 也都是選短的 但是他正正在吸收 比如說天下雜誌已經不算長了 但是有老師試過 他的學生告訴他 天下雜誌的文章太長了 天下雜誌還有小標題 文章還有小標題 居然後來說太長 但是考的分數有沒有比較差呢 有沒有比較差 我以今年的統測為例 因為統測統計出來的 直考還沒 統測今年的考題比較活 統測 我講四季二專的 不是二專的那個部分 因為今年兩份考題可以做對比 四季二專部分 題目考的比較活 那本來還擔心說會不會今年的分數降低 結果今年的分數是四年來最高的一次 換之學生你只要能夠跟生活呼應 他們是有動機的 而且是他們可以理解的 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當我們國文科跟生活切割以後 他就會覺得說這是沒用的 因為我只是要應付老師們的考試 這個可能我們自己調整心態當中要去注意的 那麼所以這個我就不太多說 因為各位已經開始厭環這個圖案了 我是厭環很久了 但是也逼不得每次就要配合秀一下 這個說是理想嗎 其實是可以實踐的 而且誰最容易做到這一點 哪一個領域 就是國語文 因為我們什麼都可以閱讀 老師們應該是什麼文章都可以引導他 教他如何閱讀 如何去擷取他的所謂的訊息 至少這個要做到 那擷取訊息之後 當然可能你會反省 你會憑欠 至少做到統合 因為本國語文生活面向這麼多 那甚至說運用你學校的特質 去引導他想什麼東西 那這個都是我們語言科可以表現的 所以在這個 如果說把整個總綱的理想 跟老師們扮演的角色 以及未來那個考科的變化 大理上而言就是一個這麼樣的概念 這麼樣的概念 那當中這個S加P跟Y的這種入學方式 應該很快就會公告了 但我比較願意的是 大學端已經接到這個訊息 就是說以後大學端的個系 配合這個制度 那我們去怎麼調整 包括S值 頸科採認 P值 包含P1跟P2 就包含學習歷程 跟各校是否各系自行考試的 這個P1跟P2的問題 還有呢 指考的必要性 就從領域到學科 學科的考題這個部分 大學端的功能 當然好像高中端理解的比較少 這是我個人比較訝異的 但是跟我們的整個未來工會有沒有關係 有很大的關係 主要是品剛當中的加深加廣 跟現在各校努力在推的 原來叫校本 或是說原來叫做特色這些課程 以後呢 一個大概念就是多元選修 那麼講到多元選修 跟回歸到國文的基本面 這個是我們的看家本領 真的是這個是我們的看家本領 每個老師至少都會做到 字詞解釋段落結構的分析 至少都會 真的是看家本領 另一方面呢 有作者提解嘛 所以背景的呼應要怎麼去做 而現在我們只要轉個彎就好了 轉哪邊呢 篇章1 你有沒有時間去引導出篇章意義來 而你篇章意義的設定要設在哪邊 在教學現場當中 怎麼去設定 於是就出現這個問題 真的是轉個彎就好 以往我們國文科呢 大理上是屬於知識這一面 所以有我們的剛剛所說的 教學的基本面嘛 對不對 那於是呢 我們以前只要求背誦跟理解 但是如果說把這個素養的部分加進來 會有問題導向跟情境導向 各位可以慢慢的從今年的包含會考 學測會考統測到執考 各位發現這樣的問題 問題導向呢 它可以是領域自己的知識的一個問題導向 但是情境導向絕對是生活導向 絕對是 所以你沒有辦法再去排斥說 圖表閱讀跟我無關 這種所謂的大考中心強調很久的 非連續性的 這樣子的一種敘述 真的會進入我們的生活 而且屬於博文科該教練 非連續性的這個部分 所以要的是什麼呢 是統整跟服務 那這兩種統統和服務裡頭 就會出現了一個概念 課本不要當它只是課本 來說課本不是知識的全部 課本只是一個教材 讓課本回歸教材 那麼於是你就要設定了 假設一側有十四課 這十四課扮演的角色是什麼 拜的角色是什麼 那麼甚至有時候可以不太理會 那個出版單位他們提了什麼 學習重點啊 那些甚至可以不允許理會他 你就活用啦 也不要說完全不理會啦 那當然你可以心存尊敬 但是呢 訓忍虛他的那個概念都可以 因為文章就放在那邊嘛 比如說你一定要有個選文在那邊 而且大家有共同選文有方便之處 就在學校教書的時候 那以後考試會退這些選文呢 會 以後大部分的傾向是考教分離 什麼時候比較容易考教合一呢 直考會比較傾向於考教合一 但是題目會偏難 那麼學測呢 基本上是考教分離的 會回歸到所謂的程度測驗 學科能力 基本的能力測驗的這個概念啦 那麼於是整個成效的驗收就變得重要了 等下各位看題目 就馬上可以了解到了啦 所以老師呢 一部分擔心什麼呢 我們的終點數好像變少了 以高中來講 國家院的建議啦 你剛的建議 四學分 四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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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高一到高二 每學禮四小時 剩下四小時呢 有的學校打算高三用四零 有的學校打算用二二 沒有學校打算零四 目前我所知道各校的策略 沒有人要零四的啦 那麼考在哪裡呢 因為學測寒假就考完了 剛剛下雨期要幹嘛 那終點數變少了 那我老師的自己的 該負責的終點怎麼辦 所以很多老師就開始想了 那多元選修 據說有的學校老師就只想看多元選修 他不想上正課的 因為多元選修跟他的興趣比較有關啊 學生比較喜歡啊等等 但是我是分這三個層次 第一個 的確國文課程有領綱的必要 那也有各校自己設定目標的必要 是在下一張 這樣怎麼看 有一張不見了 應該等一下會出現 就各校會有各校的那個 課程目標的設定啊 譬如說 我們用一個指揮很強勢的學校 跟比較弱勢的學校 設定的目標就千萬不要一樣 是才是所 兵才是教 否則你一樣是其多事的平等 沒有那個就是說高中生了 就應該怎樣怎樣 那都是我們老師自己講的 他就已經不是應該怎樣怎樣了 有時候甚至想 他就因為沒有怎樣 所以藍才來我們學校啊 對不對 就程度太好的才會來我們學校 程度太差了才會來我們學校啊 所以這樣定以後呢 於是以學校為願景的課程設計 就會出現多元選修 那多元選修 那多元選修回去以後 盡可能運用學校的課程文會 那去爭取 目前有好幾個台北市我所建設的學校 都已經在做這方面的規劃 有的高中甚至於一規劃 就是一學期就15門 多元選修 那包括跨領域還有跨校 就那一門課呢 是四所高中聯合開課 然後用視訊的方式啊 等等就簡單說的好班嘛 那麼政課要不要上 要政課呢 文化基本教材跟以前不一樣了 即便還是涵蓋在二裡面 但是呢 現在因為在宋審中啦 現在還不曉得 國家也是不鼓勵獨立一本基本教材 不鼓勵 那就算你分開遍的話 那麼也要一併送審的 不是獨立送審 難就難在於加成加廣 很多老師在問 加成加廣跟多元選修之間 到底什麼關係 回歸到這邊來 就是SYP的問題 所以你可以針對學生的需求 去設計你的加成加廣 跟設計你所謂的多元選修 那麼原來在領域當中有建議 但是在課程的時候都被刪掉了 包含開車的年紀 所以最近有一個學校來找我說 他們學校決定把加成加廣課程 通通放在高三下 我就告訴他一句話 祝福你們 這個策略我覺得不太恰恰 你寧可把它變成高三的四學分變二二 然後上下學習各一個教身加五個兩小時 反正各家自己評估了 我時間有限我也不再多說長言 各自己評估 但是要的是什麼呢 是課程單元化 所以我知道也有少數學校開始 老師們在規劃微課程 微課程可以是在一節課裡面的一個微課程單元 可以的 那它也可以是什麼呢 結合多元選修的概念 例如我六小時一套微課程 六小時一套微課程 包含運用所謂的共通的空堂時間 現在各校都有安排這種共通的空堂時間 然後可以三點多跑班的課 這是微課程可以運用的 等於說老師們也可以從這裡去想想看 因為我們現在中學老師 有碩士學位以上的老師這樣多 你一定會有你自己的學術專長 這時候就可以運用 找到自己的尊嚴 如果說真的覺得政課還是很被擬弱的話 但是政課還是要上 我覺得不要全部去上多元選修 全部要多元選修的話 你會慢慢跟教學現場越來越遠 為了自己長城的這個職涯規劃的著想的話 還是建議李菲老師要多元選修 所以各位很快的回憶一下 剛剛講的那些部分 什麼叫做我們課堂上的進行 老師們不用太擔心轉格彎 剛剛講過圖表閱讀 逃不掉 因為平常的報刊閱讀 就都是這種隨著非人細心的閱讀 這是學者的題目 另一部分呢 文藝理解是最多的 不管是白話的文言的 文藝理解是最多的 或者今年出現一種比較明顯的狀況 是文言的一段白話的一段 這樣形成一題 文白的 那有一個共同的 那底下通常是一個題組 還有一個題組 就兩三題的這種單選例 或者是多選題 另外呢 會把國學知識放進來 會把國學知識放進來 文學知識呢 他是用詩詞來做替換 用詩詞的部分 另外就是統整 另外就是統整 像這種桌遊的 也不能算綠測 桌遊會流行一陣子 因為所有的老師都在摸索 什麼叫做素養導向的命題 不是只有各位在摸索 大學教育部都在摸索 連教育部都在摸索 國教育也在摸索 因為他談的都是一個概念 那實際操作呢 有時候真的知識分子就這樣 出一支嘴了 跟我一樣 要做無掛片 難免 但是留意一下 記得去年在這個類似這種場合 我提過的 聽力會進考題 今年統設就兩題 是從聽跟說的概念 變成一種閱讀的判斷 所以各位看 底下畫底線的措辭口吻 何者是像言談的對象表示恭敬 已經是語氣的考題 或者是這個 我如何達到 為了達到對方的目的 而使用的這種推測語氣 這些都會進來 而這個都是以往的考題 比較不容易出現的 他還用來考題 那國寫各位當然知道 今年的國寫 這題大家拿的分數還高的 一看他搖動就倒 他搖動就倒 也出了有點殘忍 我們來說 但是理論上 我們都知道 應該素養倒下對不對 也都知道應該放手 最後應運知道是什麼呢 第一個 課堂上盡量運用聽說讀寫的練習 盡量運用 因為有時候 同學們文章寫過出來 會因為經過你鼓勵他多說 哪怕是分組 他會把他說的東西寫進去 所以讓他練習表達不是只有書寫 不是只有書寫而已 那甚至於鼓勵他從短文而變長文 那也就是他愛講廢話 也不要阻止他 讓他多講廢話 再告訴他說 找到重點說 就說你要讓他解除這個心法 好像我講的就會怎樣 我講的就會我寫的就會怎樣 這個對學生的學習並不好 所以他下課什麼都講 那看到老師什麼都不講 但這個在我們語文教學當中 上次不太好 那當他不願意聽 不願意表達的時候 你很多好東西他反而收不進去 所以有的老師甚至退而求其次 什麼情況呢 寧可亂講讓學生留在教室 等到老師東阿西成啦 你只要留在教室 至少我講一句字體名言 都對你一輩子受用無窮 而不是說 一副那種要把學生趕出去的樣子 而不是 不是 那麼當中呢 建議就是回歸語文教育的本色 怎麼樣語文教的本色呢 沒有底韻無法表達 但是呢 只有底韻而不夠表達的話 那不是你的教育 所以並不是說羞恥不重要 並不是說文章分析不重要 而是要讓這個重要的東西用得出來 要讓他用得出來 否則傳統國學真的包三包含太多東西 甚至說你會因此發現很多我們應該知道的 就是因為西學東見的關係而我們不知道 比如說人口論 比馬爾薩斯人口論要早個四年 彭亮極已經寫了人口論 清朝沒有做假 已經寫了人口論 沒有人去再一直等 所以我們本來就是可以做一種涵養的 我們國文科本來就是有這種深厚文化領域的涵養的 我們要把它發揮出來 於是呢 要幫助我們自己跟學生呢 擴大生活視野 所以多元閱讀絕對是未來的走向 多元閱讀絕對是未來的走向 那換一支各位不要排視所謂的科普文章 我們重點不在於單純的去了解科普文章的知識背景 而是要告訴學生如何讀懂科普文章 這是他們那個老師做不到的 數學老師也好 理化老師也好 他們做不到的 必須要我們來協助的 那閱讀的策略沒有動 你用三個層次去思考完全沒有動 至少要學會一大創話裡面擷取重要訓練 這是最基本 最基本的 所以生活領域擴大之後呢 自然他可以回課的東西就多 那於是最後呢就希望 因為他這樣接觸 因為我們給他這樣的基本功能 他真的能夠去發揮終身學習的效果 也就是說我很期待啦 真的很多戲都不踩任活文了 像我們很弱勢了 那最好有一天就有你們學校的什麼 生物老師啊什麼來求你說 拜託教我們學生怎麼去讀生物的考題 那這時候我們就揚揚土器了 不必因為意識的挫折 我講真的喔 民國92年到94年 最慘的那一年是243個系完全不踩任活文 之後很快的兩年之內全部回來了 因為他們學生已經從大一到大三到大四了 終於他們懂得了國文科還是一個領導型的學科 這個不是我們互相區 說的話我講真的啦 那因此老師們在教學的現場 可能要考慮到如何去因勢力道 大家只記得因財師教都忘記了因勢力道 所以他們愛談電玩讓他談 桌遊就這樣來的嘛 桌遊考題啊 他們就是數理科的 他喜歡談他們數學如何如何 哪怕是還在講基督同仁讓他講 只要他能夠表達能夠表述 能夠運用適當的語詞 那國文科的責任至少基本的責任做到了 所以在面對這些變化 建議各位不要有太大的挫折感 那也不用感到很緊張 我常常說一次 我們適當只是在正常課程當中轉個彎 那很多老師已經在轉彎了 那轉彎過彎當中把它系統化 甚至說把它成為一個用平常成績來足以評量的 朗讀課文就可以是一種教學 對不對 去瞭解生情 瞭解語音的節奏等等等等的 那你叫一位同學起來講 那起來講讓他感覺你有注意到 而且是可以分的 那像這個呢 反正學生永遠跟我們是上校交相賊 說個實在話 那當老師們自己我們放棄了自己的尊嚴 那學生本來就不會尊重的這一科 但是現在坦白說至少在部裡面開會等等 是希望國文科能夠視野擴大 然後幫助所有學科的學習 這是他們對我們的期待 很匆忙的 目前只想到說 在各位今天一整天的辛苦的聯繫 看了那麼多交案 那我是揣想 因為我會有辦法每一場都過來聆聽 老師們的高見 所以是整理出這樣一個方向 跟各位分享 希望對各位有一點點提毛般的幫助 謝謝各位